男人小心地扎破矿泉水瓶 然后奢侈地用来洗澡 可洗澡的地方 却是由一堆矿泉水瓶组成 而更奇怪的是 他梳头用的净是牙刷 面前的镜子也是一台指甲刀 这已经是男人被困的第35年 他已经逐渐习惯了这里 等洗漱完毕后 男人便戴上耳机 开始了一整天的锻炼 而他被困的地方 竟然是一处诡异的楼梯间 这里没有出口 所有的大门都被紧紧封闭 而且更崩溃的是 酒楼的上面竟然是一楼 而一楼的下面又是酒楼 整栋楼就好像是一个圆圈 把他牢牢地困在这里 等晨练结束后 男人又开始虔诚地祷告 只见他表情严肃神态端庄 但没想到 男人祷告的对象 居然是一个红色的书包 因为在这间楼梯里面 所有的物品都会每天刷新一次 所以如果不是这个书包 那么他肯定早就饿死在了这里 紧接着 男人便拉开拉链 开始给物品进行分类 他先是拿出果汁放在墙边 然后又拿出一打美刀 摆在了满地的钞票堆上 随后又摆衣服 耳机 钱包 全部摆放整齐后 男人才开始悠闲地看起了书 但你绝对想不到的是 这个每天精淡的肌肉猛男 在35年前 竟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小弟 而在他面前 拿枪辱骂着他的大哥 现在居然在楼下狗言惨喘 被困的35年 老头已经放弃了自己 他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 生活的地方 简直比垃圾堆还要恶心 可老头却满不在乎 因为不管怎么样 食物总会每天刷新一次 而且他们也永远离不开这里 而就在这时 老头突然发出了喊叫 只见他表情争论 像是遇到了什么痛苦的事情 下一秒 就看见一坨大便 被丢到了一瓶矿泉水中 随后 男人帮老头擦好屁股 接着又宠溺地抱起了他 35年的朝夕相处 早就让俩人成为一体 他们互相陪伴着鼓励着 早就不再有逃出去的想法 可就当男人以为日子永远平静下去时 意外却突然发生了 这天半夜 老头突然大声地喊叫男人 说有急事要和他说 他在墙上胡乱地画着 说到一切都是假的 然后又告诉男人 一定不要坐电梯离开这里 男人完全蒙了 因为这里根本没有电梯 可没等他搞清楚状况 老头便两腿一蹬 彻底咽了气 老头死后 男人的心里逐渐崩溃 他着急地在楼梯上跑来跑去 简直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可就在这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楼道里居然真的出现了电梯 他想打开电梯逃出去 可想着老头临死前说的话 男人还是不敢去做 最终 他拿出那把沉风已久的手枪 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死亡的恐惧 还是让他没有下得去手 到了最后 男人还是按下了电梯 可万万没想到 当电梯门开的一瞬间 他的记忆就被完全篡改 而这一次 他竟变成了一个电梯服务员 而他也进入了新的循环 但循环的原因 还要从他的小时候说起